各位曲博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今天我们的科技最前线 又要带大家来体验新产品 非常特别的一个小型的电视机 显示器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S-Play这间公司的台湾区业务经理 贺士杰贺经理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新产品 贺经理跟大家问候一下 曲博好大家好 我是S-Play的贺士杰 这个产品听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技术 是德州仪器独有的 称为数位光源的投影机DLP 这种处理器 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德州仪器的DLP 基本上是一个微信件的显示的DND 基本上它每个MIRROR 它都是独立可以数位控制 像我们在这个装置上面是用1080P 所以它就有1920x1080P的 独立的小小的镜子在上面 可以独立控制 达到我们的投影的效果 所以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利用半导体制成制作的晶片 而这个晶片它上面有密密麻麻微小的镜子 所以刚刚说叫微积电系统 那么利用反射光的原理 把这个影像给投射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这个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 能不能请贺经理帮我们稍微展示一下 这次是我们的S-Play 只有1.1公斤 非常轻便 然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 考虑到使用方便性 所以打开来的话 我们在不开盖的时候 它上面有HDMI的输入 还有Type-C的供电 另外一个是 Powerbank的Type-A 它可以对你的手机 或平板电脑直接供电 所以这个机器本身有电池 本身是有电池的 大概可以用多久 可以到4个小时 所以这个投影机显示器 它本身是可以供电4个小时 那当然也可以供电给其他手机来使用 没错的 再来看一下它打开会是什么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它盖起来 那基本上它拉链打开了 就两秒钟就可以把它撑开一个 撑开一层一个显示中置 OKOK 看起来非常的特别 哇 这么短的时间就撑起了一个 电视机 而且还非常的轻 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 非常的鲜艳 1080P的解析度 是 所以它可以适合在一些行动办公 甚至需要第2个萤幕的使用者 这个萤幕看起来亮度非常的高 跟真的电视机一样 和我们平常用会议室里面那种 反射式的投影机差很多 是的 能不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萤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萤幕其实基本上是使用奈米的技术 所以在coating布幕上 有一个奈米的成分 第二个它可以把原本的 微投影的光机效率 boost了两倍 也就是说 有两倍的gan值的提升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 这是有别于一般的传统的 布幕 第二个是说它是被投影 它是在萤幕之后 一般传统的投影机 它在萤幕之前 所以它的室内光 就会影响到 整体的投影的效果 所以这时候你的 亮度要再提升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 投影机在里面 那么整个光镜 路径也都在里面 对 所以不会受到环境光的影响 是 那您刚刚也有提到 上面有特殊的奈米涂层 是 等于是呢 让这个光的 这个亮度可以变大 是的 没错 看起来才会这么的 鲜艳 还有明亮 是的 翻过机身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 喇叭的控制 亮度的控制 画面震反 聚焦的调整 然后这是它 闪架的部分 所以整体的距离 基本上还是非常轻巧的 非常方便 所以刚刚很容易的就把闪架打开 是的 就有一个很大的萤幕了 而且我现在手靠在它旁边 完全都不觉得会烫 这个散热看起来也做得不错 那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 它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日常生活中 在家里头似乎 好像客厅就有一般的电视 看起来它很轻 适合带出门 有什么场景是可以需要用到这样的 非常好的问题 目前 大家 每个人都有笔电 但是笔电的萤幕蛮小的 第二个是 即使在办公室 办公室的萤幕也24寸 也不太容易带得出去 也硬邦邦的 在开发这个时候 基本上 我们是锁定的客户群 就是说需要有第二个萤幕 而且它需要常 travel 到各个地方 拜访客户 甚至做一些业务的推广 还有一些特别专业的人 打个比方 有时候我们需要 第二个萤幕去看很细腻的资料 像会计师 医师 他可能需要离开办公室 去做一些更专业的处理 这时候你就会需要这样的 部幕 当初你们团队 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 一般所有的投影机 都必须要带一个部幕 你要去 露营的时候 这时候你必须要带一个 圈筒型的 摊开来 找一个墙壁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设计的想法就是把这两个结合 所以我们把部幕跟微投影结合在一起 一下就可以解决所有客户的问题 所以当初其实你们在 开发这个产品之前有讨论到 就是使用的情境 没错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特别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做类似的东西 目前是 只有我们一家 所以意思就是现在的这种投影式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数位光源处理器 DLP技术 大部分是做外投式的 是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光的路径是在外面 没错 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因为光的路径在外面 容易被背景光干扰 而且这个反射用的萤幕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卷轴 实际上反射效果也不好 没错 我们在这边就解决了 第一个 它自带布木 第二个它有奈米布料 它对颜色色彩来讲 有两倍的提升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目前暂时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人做类似的产品 是 刚才我们打开这个电视机 只花了两秒钟 那现在要把它收起来要怎么做 也是一样 两三秒就解决了 好 来展示一下 好 拿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把它收起来 好像收闪一样 它完全是一个 Explay的一个架构 撑闪把它撑起来 一秒钟 它就完成了 真的是几秒钟就完成 跟收闪一样方便 最主要是它小小地带方便 而且是大萤幕 这真的很轻喔 因为一公斤多 我刚拿过 1.1公斤 真的是很轻的一个 电视机啊 带着走 最后我想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会很有兴趣 你们这个新创的公司 Explay 是在美国的公司 是 那有没有申请哪些专利啦 或者是目前有多少成员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总共有 8位成员 有负责奈米科技的布料 还有负责光学的部分 还有包含 负责机构的 闪架的 甚至ID 开发设计都有 当然 EE也是有的 8个人 那真的是一个新创团 是的 申请哪些 下关的专利 大概讲 目前有申请的 比方说 奈米的部分 还有闪的架构的部分 当然Logo的部分 甚至我们在 下一代的 Quantum Dot 上面我们也是 在布幕上 会有做磨 下一代讲的就是 量子点 大概就是 吸了光之后 可以让光的强度增加 是的 听起来 新创公司 虽然小 只有8个人 但是产品也非常的特别 将来 我相信应该会想要卖到全球 那台湾 如果客户想码 要怎么来服务 其实有自己的 订购网站 在我们的 公司网页上 第二个 我们 放眼全球 所以我们有 大陆 在 日本 韩国 甚至台湾 都有业务代表 那当然美国 欧洲部分 都有专业的 销售团队 所以现在等于是 几个重要的地方 都有业务代表 来协助 订购是从网络上订购 是的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 看一下我们 影片下面的 连结 那么 或许 可以来 买一台 玩玩看 今天非常感谢 赫经理 百忙之中 抽空来 帮观众介绍 这么特别的一个产品 今天我们的科技最前线 就到这边 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欢迎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